近日,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小王和其他三名同学向法院起诉上海迪士尼乐园一事引发热议 起因是小王于2019年1月30号携带零食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时 被原方工作人员要求开包检查并嫁以阻拦 小王认为,原方的规定并不合理,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于是在2019年3月份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请了诉讼 8月12号,中兴社记者电话采访了共同参与诉讼的同学小杨 采访中,小杨向记者描述了当时小王在上海迪士尼遭遇的情况 小杨说,希望此次诉讼能引起迪士尼方的重视 停止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而共同提起诉讼的四名女大学生都表示 会将这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诉讼坚持到底 记者在网上看到,上海迪士尼乐园曾向相关媒体表示 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定与中国的大部分主题乐园 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目的地一致 如果游客自己携带食品或饮料 可以在乐园外的休息区域享用 对此,记者联系了上海市军阅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子冰 他认为,上海迪士尼乐园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建议员方能够考虑到游客长时间游玩对饮食的需求 出台更加合理的规定来平衡园内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 根据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26条 以及合同法的第40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 迪士尼的这个行为应当是属于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对消费者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其内容应当属于无效的 而且迪士尼的行为变相强迫消费者接受原类的食品的交易 那么迪士尼呢 它实际上是损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食品饮料等商品的权利 我们认为呢 只要消费者不影响不侵犯其他人的权利 应当是允许携带食品饮料的 我们是建议迪士尼出台更合理的一些措施 既能满足它的商业需求 也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